今天谢谢你了 跑一趟 我会涂的 那我先走了 喂 硬盘修好了 有什么问题 行 我现在过去 我有点事 你去哪儿啊 我得去趟数码城 你上来吧 我送你 要麻烦你了 你说 他俩这也算见上面了 咱俩这计划 算成功了吧 肯定啊 他俩现在是心口不一 尤其是颖西 他怎么可能会缺 风鸣小朋友呢 真聪明 那聪明的孩子 有没有奖励 当然有了 就这样而已啊 不然呢 我先走了 我还要睡美容觉去呢 拜拜 老板 硬盘怎么了 这硬盘我建议你不要再维修了 我 我加钱也可以 不是钱的问题 这个硬盘在摔了之后 造成了严重的物理损坏 电脑已经无法识别它了 而且内部的叠头和盘片 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开盘 将新的敌头 放在这个盘片上 但是因为这个盘片也有损伤 所以即便如此 也没有办法恢复百分之百的数据 哪怕是百分之一我也要是 开盘需要在无尘环境下进行 据我所知 没有几家机构可以做到的 老板 如果我有朋友 可以找到无尘的环境 您可以帮忙修吗 如果真能找到 我可以试试 太好了 DSh 5 DSh F甩 DF Mick DSh Mick O Jane DHe misin DSh Mick DF Mick DSh Mick DTheYing DSh Mick DF building DShirt D neste 大周末呢 不会是工作邮件吧 爹 爹 被骗的滋味如何呀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必须和骆家恒分手 我为什么要和他分手 就算他是恒星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难得你这么聪明 我就再跟你说几句 如果 所有人都知道 恒星用他的影响力操纵舆论 只是为了让你朋友拿下项目 你觉得恒星的拥护者们 会不会一人一脚 把恒星踩到灰尘里呢 你到底想怎样 你好好想想 到底是分手 还是看着骆家恒 被网友们网报到患上抑郁症 给你一周时间 如果还没分手 你第二次看到这条视频 会是在热搜上 你现在这种行为 属于恐吓 威胁 你小心我起诉你 一听你上学的时候 就没好好修法律基础 这门课吧 尽管放马过来 这样网友们 就能尽快看到这出大戏了 哦 还有 骆家恒可不致欺骗你恒星的事啊 他还翻过你的钱包 小心不要被放了什么监听设备 好 好